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戏前不下上班 那今天呢我的手机它好了 所以我就来玩手机游戏吧 那我就偶然的翻到这个 我曾经玩过的老游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账号找不到 那它是魔戒电子 其实就是一个放置类的RPG游戏 然后现在是一个新手教程 就是叫我试着装备道具 这个真的我玩是很久以前玩的了 然后按下装备来装备看看吧 装备 然后可以萃取不需要的道具来提升能力值等级 萃取刚刚解除装备的道具吧 这里 然后萃取道具可以收集道具的精髓 就可以为想要的能力值提升等级 那为了升等说明会先给我五个精髓 请点击升级 这里 然后请提升力量能力值的等级就是这个 那如果我一般魔法道具的设定为自动萃取 那这个音乐有个洞 有个洞就代表它可以镶嵌一颗宝石 那使用仙女时可以将没有镶嵌栏的道具变成油 然后这300是因为 刚刚那300是因为我去看它的魔戒电子VIP有 Google Play商店的限时优惠 所以我就下载了 那VIP就会送五百个仙女时 那现在开始 诶 对五百个仙女时在这里 以支付符咒更新 更新纪念奖励 哦 好 就这样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放置雷小游戏 然后 对啊 就是 放置雷 我要说什么 对啊 我突然想说什么 迅速要学 我想想我要说什么好呢 这游戏啊 本身啊 真的还好啦 诶 我不能讲它还好 以前我这里也其实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然后这些其实就是一点一点慢慢 慢慢去凑 慢慢去使用 可以看一下哦 它有写的就是 呃 绿色就是指说 如果我装上去之后会长怎么样 那 红色的就是说 它会降低的部分 然后这是 建设 呃 等一下 先女时 就这样 对 好像这个 我是因为身上现在头盔很烂 所以一装上去之后可以增加 这属性还不错 所以我就会把它这样装上去 好 我也没有手 没有好的手 看下这个就 哇 烂烂烂烂烂 其实就是一直去换这些装备 2564%省弊 这个好了 我都会先把衣服先准备好一套 然后等一下直接把它全部给 cut掉 手环 项链 这三种道具其实是略有不同的 说 自动锁定 然後自動萃取一般道具 看一下喔 嗯? 我記得我以前剛開始玩的時候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難道我有更新嗎?還是我 記憶裡有問題 唉唷 點到 我還要拉到上面一點 其實就是一個一直去重複的一個遊戲 不對 現在大部分遊戲都是長這樣 然後我就去升級這個 它其實就是一直放著 然後你會去收集到這些裝備嘛 然後這些裝備如果是比較爛的 它就自動幫你給吃掉 對 看來我那個魔法道具也不要了 然後 對這個一般魔法稀有這些意思都是指說 你懂的 其實就是指它的等級的概念啦 一般就是指這個 這個就是一般 它看的時候它比較爛 然後再來就是藍裝 然後在更上面我沒有印象是什麼顏色的 總之就是 對 好 哎呀好尷尬喔 就會一路這樣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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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哦重物石 欸對 我還沒弄重物 好吧 我先 先換點衣服好了 看一下攻擊速度 不太喜歡欸 脆去掉好了 這件衣服也 防禦力降了一點 體力降了一點 可是加大量的閃避 我比較喜歡這件 然後你看這個就是傳說 它就是一個比較好的衣服 看一下有什麼 可是我的暗黑就會變廢火花 算了算了 輕甲跟重甲只能折衣 然後武器只能折衣 對 你可以看得出來吧 就是頭盔嘛 然後是什麼甲 然後手套 靴子 欸為什麼不是照順序 我也不知道 從上而下啦 然後再來就是武器嘛 左邊的從上到下 武器之後 就是這些 戒指 手環跟項鍊 欸這邊是照順序 我覺得到底為什麼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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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啥了 我不懂為什麼 看一下喔 這個主要是增加的是 水康 喔 那時候都會流一些東西起來 比如說 可是現在才剛開始其實也沒必要 好 這是蜥蜴喔 可以看得出來吧 它其實 看起來就更厲害了 對啊 現在開始流太早 可以看它的手 它增加的主要是生命值的部分 這個增加的是一級必殺的部分 這種我就會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留下來 因為它有點厲害 比較厲害的字 像這個字下的比較好用一點 然後所有有孔的都可以向前 所以 就先隨便的上限一下吧 其實這 雖然無法被再取出 但是可以被覆蓋 對 我知道了 剛剛點了我就知道了 那可以看看這兩件 看起來齁 這就是麻煩的地方 要看你需要什麼 比如說這一個 它體力低一點 這是它增加所有抗性的7% 沒有 所以它每一個每一個 都是要想慢慢去做搭配的 鎖定外全部萃取 手環這是什麼 喔 A級切了好像一次就要全部去掉 喜歡現在這樣的功能 我鎖定好之後 你其他幫我全部清乾淨 但是以前我可能就只想要一個或兩個 什麼的 那就很麻煩 那你看這裡就有全部的道具 圖鑑啦 都長怎麼樣這樣 然後套裝是 額 就是過敏實力就是套裝嘛 直接要組成一整套 它才會有更好的屬性 看這裡有什麼神話 史詩 傳說 鴨道 看得出來吧 就簡單看就好了 傳說長這樣 然後史詩長這樣 然後神話長這樣 所以神話是最好的 就就這樣 夠簡單了吧 顧名思義而已 是說齁 他的這種小東西 是給的很慷慨的 我是這麼覺得啦 有些人不覺得 可是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就這樣一直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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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一直拿到就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很放置 然後一個很 花時間 然後怎麼說呢 玩法相較之下是比較單調的 沒有錯 然後這個 可以用迅速藥水提升他的速度 可是就算了吧 我就掛著吧 然後之前我有看過有人 詬病是說 他 可能大半夜的 一直掛機放著 很燒手機 可是這個遊戲就是很放置 非常的放置 你就是一直要掛著 你才可以拿到這一個 完了他叫什麼 那個這個眼淚一樣的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我熊熊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對 反正總是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寵物室 然後寵物寵物寵物 對對對 這個卡片也是要慢慢收集的 這個卡片 這全部都是 要奮鬥的東西 嗯 這個符咒以前到底有沒有啊 我對這些圖案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這個造型跟寵物我非常有印象啊 這個能不能升級啊 奇怪了 我是不是真的太久沒玩了 我真的對有些東西一點印象都沒有 嗯 嗯 嗯 哎呀看一下啊 這一件跟我現在身上穿的 比起來呢 生命值更高了 可是會降低我的風抗 降低我的一點風抗 可是增加了閃避 我覺得比較喜歡這種 OK OK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過渡期而已 喔 常見的BUG BUG出現了 你有沒有看到剛剛字就消失了 雖然可以點的過去 沒什麼 太大的問題 但是覺得 有點蠢蠢的 哎呀 就是一個這樣的遊戲啊 它會 這個剛剛有一直拿到那個像本本一樣的就是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我們看一下 你那些熟練度可以增加 你在搭配上相對應的裝備的時候的攻擊力 所以因為 因為 呃 攻擊的部分是分三種嘛 就是可以看到左邊 結果我手機容量不足 錄到一半就斷了 對 道具得精髓 精髓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個東西 啊 這就是掛機掛機掛機加掛機的一個遊戲 你要說它非常好玩嗎 跟非常好玩 可能 既然不太上邊 但是 它很 可以就是每天來看看這樣子 各位我好壞啦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嘛 那我這種 手殘 手殘足 就特別喜歡這種 呃 不太需要動腦 然後 只要花時間慢慢乾就可以的遊戲 那有些人就很不喜歡啊 對呀 那 這方面齁 因人而異啦 不然我要怎麼說呢 就是因人而異 對 我們就簡單的處理一下 然後這個可以那個 看得出來吧 就是不一樣的配置而已 可以 它可以讓你有兩個配置去做搭配 然後這些熟練 熟練度的部分也可以從裝備上可以獲得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個鍵熟練度 所以代表我 帶著這個的時候 我建議我是帶著一把鍵的意思 所以我應該帶著一把鍵 我好像帶著短鍵吧 欸這是鍵啊 我這短鍵吧 好啦好啦沒關係啦 總之就是這個是互相對應的 那當然因為藍裝對我來說是個過渡期 所以我應該會先放這而已 這裡還有新的手套 看一下喔 它是增加的是攻擊的速度 然後體力也有大幅度的成長 可是在抗性跟持久的部分就會降低 對啊這些應該都是過渡期而已 那個吸油寫些也可不需要 喔 哈 哈哈 哈了一下 啊 必須購買快速加速器 必須購買快速加速器 比較少一點 就是一個很很花時間很乾的遊戲 所以 這個其實是要去抽的 所以 喔對 卡牌這些齁 還要升 還可以升級 其實都是花時間 非常花時間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要看廣告之類的吧 有嗎 哎呀 對對對 明天應該好像有一次 你看這裡就拿到了一點小東西 拿到小東西之後呢 這裡 就是 可以升級 因為升級需要剛剛那個東西 那底下有他的功能 因為我現在只有這一張 所以我也就不得已的只能限 對 這像這個他就有兩個 我就有抽到兩個吧 他就開看一下功能 那知名一集跟所有抗性 那你是知名一集加阿力氣 我記得我後來都搞知名一集 就是沒 因為他是可以 應該大家都玩過吧 他就是你在這關書裡 就從可能 那一個 樓層的一樓 第一關開始 然後就一直乾一直乾 把你的所有屬性給 抠上去之後 你就過了 先用這個吧 他有沒有那個長壓的 我真的沒有印象 沒有 這個齁就是只要時間花得夠久 其實大部分都是可以收集起來 就是這樣 不得不說 這個遊戲真的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以前真的很喜歡 就算我現在回歸了一下 我還是覺得他挺好玩的 就是不需要動太多的腦筋 然後 你看他其實很用心 他的那個 圖案是會改的 哈哈 你們發現他顏色不太一樣 說是這麼說我還是會先把我有的東西 我都會先全部升級起來 因為 我可能會因為搭配的問題 下一次就 需要其他這樣的卡牌 等我一下 其實女時的概念就是 最通用的 的那個 貨幣的概念 對對對 突然熊熊忘記叫什麼 然後你看我有 我優心拿到一個新的傳說 我以前超喜歡這個神聖手環 因為他很好看 對不起我就是 喜歡好看的事物 先鎖定起來吧 他其實有些bug 其實 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沒什麼好講的 對 然後擴充可以用仙女士擴充 就是我後來花了很多錢 都是在 喔 花了很多的仙女士 但是在這個上面 因為我掛機 然後你有看到嗎 這個稀有的出現率很高 但是我卻沒有買的話 還有寫嗎 那個特殊的加速器 我卻沒有買的話 我沒有辦法去 直接把它吃了 這一點 這個 比較過分的一點 是說 他的這個 整體來說 這些是常見的 因為他的稀有道具 是常常出現的 但是他 卻很容易沾滿的背包 所以他其實有一部分 也是為了要強推他的 他的 他的什麼 儲值啊 對不起我好像有點卡關 有一點強推的感覺 對 高級箱就是高級箱啊 就是可以試情況去買啦 每天可以免費開啟這樣子 然後高級箱 他會有一些概率 可以看一下 但是 反正這些東西 你可能得到 仙女士給的 雖然是慷慨 但是你就是要一直花時間 慢慢去乾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呢 仙女士 可以買嘛 然後再特殊道具 就在這裡 哇 Amazing 小 不動道具 隨機禮包 道具包 有一個道具包 就是這一 應該是一個 迅速獎牌 我之前一直覺得 它太貴 所以我都沒有買 我覺得啦 就個小遊戲而已 我玩那麼多幹什麼 這些都是可以慢慢收集的 然後你就收集之後 再來挑自己需要的東西 Yes 正確來說 這遊戲就是一個收集的過程 然後這個可能是因為 它是剛出來的 功能 所以它才給這麼多的箱子 不然它平常其實沒那麼慷慨 而且這一看起來好像就只有給一次 它不像剛剛那些是 呃 每天的 例行日常 我記得是日常每天都有 先把這些都抽一抽 趕快開一開 趕快開一開 浮舟師 哎唷 浮舟師 好 然後就繼續升級 升級 跟升級 你會亮代表你有東西 嗯 嗯 不是嗎 一般不就是這樣嗎 會亮代表有東西啊 對對對對對 這些都後來都是要一一搭配的 看譬如說這個 看譬如說這個 它會寫 你如果配戴烏鴉之爪的時候 就可以增加你的暴擊 那烏鴉之爪是什麼呢 這是黑色咬石 它就是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武器 我沒記錯的話 ok 有一些 武器 傳說的武器 就可以 開啟它一些新的功能 奇怪了 好像沒看到可以哪裡可以改 算了算了算了 不弄 哇 這個浮舟啊 它看起來就比較厲害 所以我決定就升級你了 你看啊 讓我看看 光看那個框框 就能感受到誰比較貴了 不是嗎 屬性攻擊一下32% 到底有什麼東西 為什麼它一直跳出來 可是我明明就沒看到 還有什麼可以點 算算算先不理你 五代錘飾 然後還有 喔 致命一級的傷害 然後這個是增加盾器的致命一級傷害 增加金 欸 金水獲得量加38 這個也不錯 那個是在前期 不要講前期 都很重要 因為它一直 你都會一直需要用到金水 這個就弱了我覺得 看一下喔 喔 好我會了 我應該會吧 如果它萬變不離其中的話 應該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再來就是這些我都沒有要了 我就是只收集傳說 我講的白一點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過渡期的東西而已 我的話啦我會只收集傳說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當養分在看待而已 對 對 然後可以 就是 看一下喔 它掛機的好處還有這個 慢慢慢慢等就放著放著它就會出現一些可愛的小東西們 對啊 但是 再怎麼樣 肯定還是可以買那個自動萃取的自動萃取吸油到就會更好 但是 太貴了 我絕對不買 我打死我都不會買 太貴了啦 那它是巨人之星 那個屬性就蹭蹭蹭的往上了 然後我記得當初的我曾經也蠻喜歡 啊對 要是有錢不想上班 確定 要是有錢 確定 我名字就要叫 我相信不會有人跟我一樣 YES 對這邊可以聊天啊 其實聊天 就是聊天 因為有時候掛機掛機很無聊 大家就會在這邊聊天 但是 它可以看 你可以看出來 它是沒有辦法 看到你前面的 就是在你登入後 有對話的話才會跳出來 那你登入前的那些對話都是不會跳出來的 這一點我就覺得有時候也比較難聊一點 不過還行啊 能接受 你看到紫色的就是傳說的部分已經 五件 所以 就是說其實這遊戲的前期 就隨便過渡過渡就好了 所以我們重點還是後面 然後記得後來寶石 一顆也都是加到比如說二十幾啊 三十幾啊之類的 就是都是慢慢玩慢慢玩慢慢玩的一個小遊戲 對 然後 總之呢 我既然回歸了 我們就 玩個幾天 然後再來看 我可以拿到 呃 不是拿到 就是在看我的屬性之類的 有什麼 大幅度的變化 一定是大幅度 因為這前期都是相較之下比較簡單一點的 好可以看一下喔 這是我現在的屬性 YES 全部屬性長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好了 畢竟 這個前期是看不出什麼東西來的 那這裡是要睡的前不想上班 我們之後 又過幾天再回歸這個遊戲 好 那今天影片先到這裡了 謝謝你的觀看 謝謝